好 我們接下來上第六章 這個有刮跟沒刮一樣 第六章我們開始要上常態分配 不過你要稍微 稍微要回顧一下 我們之前上過的東西 我們之前上過什麼 從機率的概念 機率的這些基本概念 然後到什麼 到分配 只不過我們之前談的機率分配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離散的 要特別注意 我們之前談是離散分配 離散的機率分配 那離散的機率分配 跟我們之前在談那個 頻率的分配的概念 其實是有點類似的 當然只不過 你的機率是怎麼來的 機率我們說過有三種方法 當然最常用的就是古典機率的方式 不然就是用觀察的方式 就是用頻率的概念 這是兩種常用的 當然第三種就是靠 專家的經驗的概念 那這兩種 前面兩種的古典機率 跟透過經驗的觀察 頻率的概念 是我們常用的 在做機率分配裡面 你怎麼樣去把一個隨機變數 這個random variable 這個隨機變數 怎麼樣搭配 它所對應的這個機率 去取得的一個主要的方法 那但是這些都是一個離散的 那我們當然不只 我們上次談到一個最普遍的 最基本的離散的機率分配是什麼 是什麼分配 這叫binomial 對不對 是一個二項分配嘛 那二項分配當然 它是最常用的 那但是它是離散 那我們接下來今天要談的 這個叫做常態分配 這個是常看到的 但是它跟離散分配不一樣的 它會是一個叫做連續的機率分配 那連續跟離散呢 我們之前說過 我們談任何的變數 大概都可以分成離散跟連續 那離散跟連續大概 它有些 有些細微上的差異 那也衍生 在機率分配上面 也有一些不太一樣的概念 所以這邊反正先大家自己參考一下 我們來看看類似像這樣子一個 我們之前看到的這些所謂的分配 distribution 這些分配當然它可以是一個 可以是一個頻率的概念 那當然這個頻率是什麼 頻率可能是一個相對頻率 就百分頻率的概念 或者是絕對頻率 那什麼叫絕對頻率呢 絕對頻率就是數字嘛 這是個別 這是數字 那相對呢 相對的意思就是一個百分比的概念 那像假設我們去取樣100位的這個樣本 它可能呈現這樣的一個分配 那這個就是一個離散的對不對 這是一個離散 那這個離散的過程中 如果你再繼續把它 繼續再把它樣本數 就是說增加樣本 或者是說把它的這個分類的這個寬度 越來越低的話 它就會越來越什麼 越來越密對不對 越來越密 那繼續再把它增加樣本 或者說降低它的寬度的時候 它會變成更密的感覺 那你想想看 如果各位都學過微積分吧 有沒有學過微積分 這個原本類似微積分的概念 當你把這個寬度一直縮小 縮小到什麼 縮小到很小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變成是一個什麼 就變成是一個類似 continuous的概念 所以微積分的概念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子 微積分就是把一個東西不斷的zoom in zoom in到看到它 然後最後我們在討論你的微分的概念時候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兩個discreet的東西 去算它的斜率或什麼對不對 微分嘛 所以這個是不是有點像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叫做discreet 那當然這邊 你把它最後分得很細的時候 就變成是一個連續的概念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即便是這樣 還是有些差異 還是有些差異 上次我們說 類似 我們上次好像有談到一個例子 就是說 現在的那種音響 現在是數位音響對不對 數位的訊號 那數位的訊號 跟我們之前的所謂的類比的訊號 那類比的訊號是透過什麼 像是透過唱片 這個以前的黑膠唱片 那這些東西它所呈現出來的音波 會呈現不一樣的結果 那如果是傳統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類比訊號 它是一個比較連續性的 那變成數位的話 它就變成是0101的概念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 它的音波呈現出來的結果 類似這樣 那當然這樣跟這樣 感覺上應該是哪一個比較好 如果以聲音的概念來看 它應該是比較連續性的東西 會比較好 那這個數位的當然會比較 它音質上面會有些落差 有些落差 那當然啦 除非你的耳朵是很靈敏的 不然你大概也聽不出來 數位音響跟類比音響之間的差異 不過anyway 這個就是兩個先天上有些差異 那但是我們現在 回到我們在談機率的概念來看的話 當你把一個機率分配 從所謂的離散的概念 要變成連續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些問題 它會產生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要處理的方式 是有點不太一樣 那課本這邊其實講的比較少 課本這邊講的比較少 所以我們這邊稍微 再去整理了一些額外的東西 離散的所謂的random variable 隨機變數 跟連續的random variable 它就會造成所謂的不一樣的什麼 造成不一樣的distribution 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 像是用丟飛鏢 這個丟飛鏢現在好像也滿流行的對不對 這是在很多酒吧裡面 或是你們不是常去 反正這個 我不曉得夜店有沒有 反正類似就這樣 可以丟把 丟那個飛鏢 那丟飛鏢它的那個標把 假設我們現在隨便假設 當然分數當然可能有不一樣 但是我們假設它就是一個圓圈嘛 一個圓圈它的分數把它分成0到1 0到1的概念 那分成0到1的概念過程中間呢 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離散的隨機變數0.5 那這個我們的標把 這個我們的那個把嘛 把的這個區間 我們把它分成10個區間 那可能就是從0到0.1 0.1到0.2 這樣子分下去 所以它假設有10個區間 那這個10個區間 我今天設到x等於0.5 那x等於0.5就是一個隨機的嘛 我們假設今天丟飛鏢 雖然丟飛鏢是一個訓練 當然它不一定是隨機的 但是它還是有一點 有一點機會的概念 那假設它今天丟到0.5 這樣子一個 一個一個隨機變數的結果 它的機率會是多少 那我們按照之前我們說過 這個按照古典機率的概念 就是我們假設它的樣本空間 那它的樣本空間是多少 樣本空間 我們現在把它的分數區分隔10個 所以它樣本空間就在10個裡面 對不對 那10個裡面它出現 假設我們按照古典機率去看 每一個outcome 每一個出向 是不是它都有同樣的機率 對不對 所以因此 p of x 就是x如果今天是0.5也好 或者whatever0.4 它只要有一個event 這個event的outcome 它的機率是多少 就是整理它的這個event的outcome 去除以它的樣本空間嘛 那除出來當然就是多少 就十分之一嘛 0.1 是不是這樣 這個就離散嘛 這樣清楚嗎 這個很簡單 這刻板沒有啦 這樣子十分之一的機率對不對 十分之一 這是離散 當我們在今天算離散的機率的時候 都是這樣去算 我們前一章不是講很多離散機率嗎 那它在算每一個像丟骰子有沒有 丟骰子丟什麼正面 丟到什麼幾號 丟123456對不對 或者是丟coin 正面反面 它的機率是不是都這樣去算出來的 就是用你的樣本空間分支它的event的outcome 好 那這是離散 但是我們今天假設把它隨機變數變成是連續的話 那continuous跟離散當然就理論上它有一個差異嘛 那這時候我們要注意的就是你這個把 今天如果是一個離散的情況之下 你把它拆成是0到1的概念來看的話 那它是連續的情況之下 它的樣本空間可能就會變成多少 它樣本空間 因為它是連續的啊 所以它樣本空間可能可以系到 0.0000001 10的負好幾十四方的都可以啊 所以當你如果是連續的隨機變數的時候 你的這時候的這個 這個整個的樣本空間 就是它的標靶的分數的這個區間呢 會變多少 變無限多個啊 如果照這樣的概念來看的話 我們用傳統的這樣的機率去看 你的p of x 今天x還是0.5的話 那你的一個事件的outcome當然就有1嘛 但是你的樣本空間這時候變多少 無限大 1除以無限大是變多少 這幾乎是0啦 那是不是產生一個問題啊 你今天如果要用傳統的這樣的機率 去算它的這個連續 一個連續的樣本 連續的這個隨機變數的話 那這個隨機變數它的機率 就會可能會變成是什麼 會變成是0 那這個產生問題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就要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當你某一個這個隨機變數 當你今天如果隨機變數是連續的 你取其中一個值 你要去看那個值 那個value 那個隨機變數的值 它的對應的機率的話 按照這樣子的分 按照這樣的機率計算結果 它可能會是0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不太可能去直接指 就是算某一個 某一個點它的機率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去處理呢 那這時候統一學家 就會跟數學家一樣 他去類似用微積分的概念去看它 那微積分裡面的概念呢 你怎麼最近常遲到呢 是喔 高年級還這麼累是嗎 好 微積分裡面 我們常用一個叫什麼 Δx Δx當然是你把它放大 放大看出來 它是有一段距離Δx 但是當然我們最後 就把它當成是什麼 dx 那dx代表是什麼意思 Δx跟dx是一樣的嘛 只不過Δx是你可以 連宏觀上你看得到的一個距離 那dx是什麼 dx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數值嘛 類似這樣的概念去看 所以我們可能會借助這樣的概念 接著往下看 那這個時候它會談到一個概念 這時候我們要把離散的機率 要變成是連續的機率的時候呢 我們這時候可能要借助一個概念 叫做密度的概念 density的概念 density的概念 density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嘛 知道嗎 譜物都學過嘛 不一定要大學譜物啦 國中的物理可能就學過 什麼叫密度 密度的定義是什麼 單位體積的質量 單位體積的質量對不對 這個很簡單嘛 好我們用一個例子來看 這個 這個當然看不太出來 黑黑一條是什麼 這個就是類似一條鋼筋好了 鋼筋你們都學過嘛 有嗎 我們系上到底 有啊 我們系上有鋼筋混凝土設計是不是 還是鋼筋混凝土 還是你們其他課學過鋼筋的概念 有沒有 沒有 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一條鋼筋啦 鋼筋就是一條 一條嘛對不對 那這一條鋼筋好了 這條鋼筋假設 那鋼筋是哪邊來的 當然是鋼鐵廠來的嘛 那假設這條鋼筋它在 在 就從鋼鐵廠出產出來到現場 可能它的鋼筋 某一段強度也許沒有那麼好啊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知道這條鋼筋怎麼樣 所以我們要去看它的密度 就是說假設我們今天要看某一個 就是說鋼筋我們要看某 這條鋼筋我們要去切某一段 好 假設這邊頭是0啦 然後呢 假設我們今天要切距離這個頭這邊 5公分或whatever 多少公分 多少距離的一個section 那我要看這個section它的質量嘛 因為密度是跟質量有關係 我們如果要看它的質量的話 你切下去 假設這個切下去的那個位置是 假設正好是x等於5公分 那x等於5公分它的質量是多少 這是一個連續的鋼筋 你把它切在x等於5的那個地方 你要去看它的質量 因為你要算它的密度 所以你要看它的質量 它的質量會是多少 還是0啦 因為你切下去那下去 切下去x等於5那個地方 是沒有的啦 也不是沒有啦 就是反正那個正好是切下去 就是兩段嘛 那兩段正好你是中間x等於5 那等於什麼都沒有啊 那這個概念有點像是我們剛才 那個機率的概念 設非標的概念 你正好要exactly某一個點 那個點的機率是多少 0啊 那這邊一樣 你切x等於5 那個點切下去 那個點切下去那個位置 它只是分成兩塊啊 那分成兩塊 它那段你要去算它的密度 你要先算它的質量 那段x等於5的質量是多少 不知道啊 或是0嘛 因為你切下去就沒有啦 你在任何一個exactly的點 切下去的那個section的質量 是看不到的啊 對不對 就是exactly那個點 所以當然這時候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這時候當然就要看 就是稍微把那個點 x等於5 那個點在左右 或怎麼樣稍微再擴充一點 有沒有 這個就類似微積分的概念啊 所以我們要算在某一個 x等於5或是x等於whatever的點 它的密度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算它 你可能就是要把它x 然後再把它 再稍微往外面多一點點 假設5 你在切5公分那個地方 你再把它多5.001公分 或5.01公分這樣 有沒有 就把它x跟x加delta x 你去切這樣 你才會有一個什麼 你才會有一個區塊出來啊 你才能夠把這條鋼筋 切一個小薄薄的那個 那個類似切片的那種概念 有沒有 把它切出來 切出來你才能夠去量它的質量嘛 那這個質量量出來之後 再處理delta x 才會變成是它的什麼 才會變成是它的密度啊 那這邊當然是 為什麼只除delta x 因為當然 體積 剛剛說體積對不對 是不是體積 那體積當然這個delta x 不是體積 體積基本上還要乘上它的什麼 它的截面積嘛 那截面積 因為它是harmagenis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忽略掉嘛 所以你的密度是可以直接把它處理什麼 處理它的那個長度就好了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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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x這個點的密度 你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就是質量 在x加 在x跟x加delta 這個中間的質量 去把它找出來之後 去處理delta x 然後但是你把 如果delta x 把它很趨近於0的話 當delta x趨近於0的時候 代表就是很接近x那個位置嘛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得到 那個x點的什麼 密度啊 這是微積分的概念 有沒有像你們以前大一學的微積分 還是微積分也都還給老師了 還是大一剛才學微積分 是不是類似 老師有沒有上課講過類似這種概念 有沒有 感冒啦 好啦這個就是密度的概念 那現在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密度的概念 把它類比到 把它轉換到我們的機率的概念 因為我們同樣切x等於某一個位置 切在x等於這個位置的時候 它是連續的概念 所以它變成沒有辦法去找出那個點 Exactly那個點它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我們就要比照 類似這種密度的概念去看它 所以我假設這邊 當然它這邊已經畫出來 這是一個曲線 這是我們待會兒要談的 就是常態分布的一個曲線 這條曲線呢 其實它呈現的是一個機率密度的 一個函數的曲線 它不是機率的曲線 要注意這不是機率 這是機率密度 那我們先不管它是不是機率密度好了 我們現在反正就看到 假設在我的隨機變數 這個橫軸動就代表隨機變數了 跟我們的離散的 我們的binomial distribution也是一樣 橫軸就代表什麼 橫軸代表random variable 那這個random variable 今天你可能是年紀啊 可能是血壓啊 可能是whatever任何東西嘛 然後它的縱軸就是它的機率嘛 但是它會呈現一個所謂distribution的概念 分配的概念 那現在我們假設隨便有一個分配 不一定要是常態啦 任何其他分配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假設在這個點切下去 因為它是一個連續的曲線 這個連續的曲線 你切這個x點 你不是不知道它的機率 它的機率感覺上應該算是0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我們不用機率來看它 我們是用密度來看它 叫做機率密度 就類似比照剛才所謂的密度的概念 那機率密度在x這個點 它會是多少 那其實機率密度的概念就是等於是類似 就因為你剛才的密度是等於質量 除以它的體積嘛 那這個其實密度其實是質量的密度啦 概念是這樣 所以你這樣算機率密度 剛才這是在算質量的密度 所以它的這個算法是什麼 用質量除以它的體積嘛 那現在也一樣 你在算機率密度的概念 就是利用機率 機率是在哪邊 在x跟s加delta中間 就是你不要正好取那個點 你正好是取一個小區塊出來 把那個機率 在x跟s加delta 這兩個點的中間的機率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呢 去把它處理delta s 去把它處理delta s 那這樣算出來的結果 當然類似這樣 這只把它寫成這個數學符號 就probability 你的隨機變數大x 它是落在小s跟小s加delta s中間 那這段的機率你把它算出來 所以你現在的機率 這個跟剛才我們的問題在哪 這個就可以處理掉我們剛才的問題 因為我們剛才的問題是 你如果exactly在某一個點 如果你的隨機變數是連續的 要聽清楚 隨機變數連續的時候 你在exactly某一個點 它是算不出它的機率的 所以但是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是在一個區間 對連續 對一個連續的隨機變數來說 它的分配 你是可以算出某一個區間 某一個區間它的機率 就像剛才的鋼鐵一樣 你切一刀下去 那個刀切下去那個地方 是沒有質量的 但是你可以切兩刀 切兩刀下去 你就可以找出中間那一段的質量了 是不是同樣的概念 所以這時候機率也是一樣 我切兩刀下去 在s跟s加delta去找出這兩個之間 它的機率是多少 這個是可以在連續機率裡面去找到的 所以找到之後你去處理delta s 這就變成它的什麼 變成它的機率密度 然後今天如果你幫 當把這個delta s趨近於0 就我們所謂的dx的概念 就類似你把它取limit 有沒有 limitdelta s趨近於0 你的probability 你的隨機變數大s 是落在小x跟小s加delta s中間的時候 再去把它處理delta s 那delta s趨近於0 這個這樣得到的這個結果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機率密度 那把每一個小s帶進去 去得到的就是一個機率密度函數 所以我們之後在談連續的 在談連續的隨機變數 它的機率分布的時候 它通常用的就是一個機率密度函數的概念 去處理它的這個distribution 它並不是用 它並不是用所謂的機率 所以它會得到的這個分布會是這樣子 橫軸還是隨機變數 但是縱軸它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是一個機率密度的概念 用了一個機率密度的概念 那機率密度有時候 有些教科書寫成小f 然後sub大x of小x 寫成這樣一個符號 好 那你想想看 就是按照你們微積分的概念 當你的ΔS很小的時候 它就慢慢 慢慢逼近這個點了嘛 逼近這個點的時候 它所代表的結果 就是這個點的什麼 它的機率密度了 好了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就把連續的隨機變數 改換成利用機率密度函數 去呈現它的distribution 這樣才有辦法來幫助我們 之後藉著這個PDF再去算 算它的機率 好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星星是在忙什麼 星星是在忙什麼 忙到現在還不能來用 海蛙 喉嚨很痛 好像在用吼的一樣 很久沒有上課 以前上課都沒有用麥克風 所以吼到現在喉嚨都已經長繭了 所以實在是不行了 好啦 有沒有問題 這邊 這邊 觀念OK啦 就是微積分的東西而已 喧嚨哥 你在忙什麼 看得懂看不懂 這觀念很重要 好 那接下來 當你有這樣的一個機率 當你的隨機變數是連續 然後你把它 用成機率密度函數去呈現它的話 我們接下來 就是說這個PDF 當然機率密度函數有一個簡稱叫PDF 跟我們的 跟我們的那個什麼 Adobe的那個檔案一樣 叫PDF 但是它叫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簡稱叫PDF 那有了這個機率密度函數之後 我們怎麼去算機率 算連續的這種隨機變數 它的機率 那我們說過 對連續的 對連續的機率來說 它基本上沒辦法去算 它exactly那一點的機率 但是它可以 它重點通常在算什麼 一個區間的機率 算一個區間的機率 所以呢 當如果你這是一個隨機 一個連續的隨機變數 它的機率分配的話 那我今天假設要算兩個點 算兩個點中間 它的這個什麼 它的機率 那這時候的算法呢 這個probability x 這個隨機變數 介於小A跟小B中間的時候 那這邊有的人是寫小於 這兩個都小於啦 或者是等於 那你要加等於也可以 不加等於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等於那個點是沒有意義的嘛 對不對 所以 也不是說沒有意義啦 等於那點 其實反正就是 你沒辦法 因為那個exactly那個點是 是沒有 那個機率是0的嘛 再看一下吧 喉嚨很痛耶 為什麼都開了 為什麼還是沒有聲音 好啦 所以 我們記得 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 有談過一個叫做 累積的頻率分配 就是我們在畫那個尖型圖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尖型圖 尖型圖它在畫的就是一個累積的 幾率分配有沒有 那它是怎麼畫出來的 它是把每一個category都怎麼樣 一直累加上去嘛 是不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累加上去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要算某一個區間 它的機率的話 我們如果利用尖型圖的概念 我們是可以利用什麼 把它減回來嘛 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 這個 記不記得我們畫這個尖型圖 好 尖型圖是一個什麼 累積的 它這樣的一個 我們上次說的那個例子有沒有 小於95這是一組嘛 然後小於104.5又一組 然後這個是累加出來的 所以2、8、12 12你注意看 它這邊的從99.5 然後呢是往前是0 但是它前面它這個2 後面這個2啊 10啊28是怎麼來的 它原先對應的圖是這個有沒有 原先的圖是2、8、18 所以當你在算這個的機率的 這一組的累積的機率的時候 它是把2加8嘛 就變成累加的 然後呢這一組呢 再把它加上去就是18加8加2 所以變得多好 變成28 是不是這樣 那這樣的話 你把它累加起來 之後結果 就會得到我們剛才的那個什麼 尖型圖啦 有沒有就得到這個尖型圖 20、28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假設 它給你這樣一個累加頻率 你今天要算 你今天如果要算這個點 這個區間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累加的嘛 這個區間的這個 它的頻率是多少 那你就是把28去扣掉什麼 扣掉它前面的嘛 是不是類似這樣 去把它扣掉就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這一組啊 不然你看看這一組114.5是多少 如果你28扣掉10扣掉2 剩下多少 28扣掉10扣掉2剩多少啊 16 16 那你看喔 這是104嘛對不對 16啊 這是18 所以這邊加起來10 應該是28 剛剛是有算錯嗎 剛剛是雷甲的 對啊 但是我要把它扣回去啊 扣前一個 扣前一個就可以了 把它扣前一個 28扣掉10 這個10也是累加 所以是10扣掉到這邊8啦 所以 意思就是說這個累加上去的結果 如果你要看某一個區間的話 它就是把前面的東西累加起來 把它跟它扣掉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 所以 所以這邊我們在算某一個幾率它的分配的時候 對 這邊你要算在某兩個點之間它的這個幾率是多少時候 你基本上就是把到B這個點它的累加的結果 去扣掉它前面這個它累加的結果 就像剛才說的28扣掉10嘛 28扣掉10就是18 就變成那個組的概念 所以你在算某一個區間它的幾率的時候 它即便是離散也是一樣 即便是離散的這個距離分配一樣是用扣掉的 所以你可以利用累加距離函數 那這個累加距離函數就是從負無窮大算到B 這個地方它的累加的幾率 這是可以算出來的 因為你今天如果是幾率密度的話 幾率密度你在算它的這個 算它的累加的所謂的 累積的這種幾率函數的時候 是可以利用積分的概念 你把密度乘上什麼 密度乘上它的DX 密度乘上它的DX 然後去積分從負無窮大到B 這個G出來的結果代表的就是什麼 就是代表從負無窮大累積到B的 它的所有的幾率的值 它的幾率值 那這個A跟B之間它的幾率是什麼 就是它的累積的幾率函數到B 扣掉它的累積幾率函數到A 那這兩個對應的就是 其實就是兩個積分 那這兩個積分所代表的意義就是 當然就是它的實質的意義是幾率 是幾率 而且它是一個累加幾率 但是累加幾率 但是你在看這個圖形上來看 你如果把它轉換到幾何的看 這個積分的結果其實在幾何上的意義是什麼 微積分學過的 這個積分所代表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在幾何上 就代表從負無窮大一直累積到什麼 B這個區間的面積嘛 是不是就面積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算 假設今天你有一個PDF 有一個這個所謂的幾率密度函數的話 那你要算這個幾率密度函數裡面的 隨機變數 這個隨機變數的兩個區間 這兩個區間 那它的這個值是怎麼算 你就可以利用面積的概念 利用面積的概念 利用從負無窮大到B的面積去扣掉 負無窮大到A的面積 那這兩個相減得到的這個結果就是什麼 就是這段紅色區間的面積 那它的面積 那這個面積所代表就是A跟B之間的什麼 它的幾率 所以當你有一個幾率密度函數的時候 你要去算它的幾率的話 那這個幾率當然不會是Exactly那個點的幾率 而會是一個區間的幾率 那這個區間的幾率算出來之後得到的結果 就是利用什麼兩個面積 從負無窮大到B 負無窮大到A 這兩個面積把它相減得到的就是什麼 它的幾率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之後待會要看的 今天不管你是常態分配 或者是所謂的之後還有 當然我們課本就主要是談常態分配了 那其實還有很多像幾何 那個Exponential的分配 或者是Uniform Distribution 還有很多其他的那個所謂的 連續的幾率函數 但是它的概念都是一樣 它的概念一樣都是利用什麼 利用幾率密度函數 然後去找出兩個點 如果你今天要找兩個點之間的幾率的話 就是用從 因為它這邊的計算都是從負無窮大 到這邊的面積扣掉前面那個點 負無窮大到前面那個點的面積 算出來的結果 這個就是它的幾率 好 這個就是在我們還沒有談正式的這個 之前我們需要注意的 就是PDF利用幾率密度函數 去找幾率的概念 好啦 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當清楚了 好 我們接下來才是看常態分配 常態分配當然這個只是 類似我們剛才在談那個概念 就是說有時候數學跟實際的概念 就是說你的一個輪子 車子的輪子當然是圓形 但其實你仔細去看 車子的輪子它其實是有什麼 是有那個胎紋的嘛 那這個胎紋其實就讓你的這個圓形 並不是真的是那麼圓 但是我們真正在算數學的時候 你在算它輪子的時候 你可能大概不會算到那麼細 所以你會把它approximate 成是一個什麼 利用一個圓形來模擬它 這就是所謂的simulation的概念 那 所以因為你用成圓形比較方便 圓形的數學性質比較什麼 比較好去處理它 如果你今天變成這麼凹凸凸凸凸凸凸凸的話 當然你的real life 你的實際的生活 真實的實際生活是這樣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弄成這樣去算 那你可能你的數學 你怎麼樣去模擬這個數學函數 去把它每一個凹槽都把它算出來 可能要更花多一點時間 那可以啦 那這行那 沒電 還是街頭又鬆掉 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 你們如果有上作業研究 我們不是有談 我們作業研究的第一堂課就在談那個 你的什麼 model 你的模型 跟你的real life之間的差異 如果你們有上作業研究的話 有沒有印象 這個其實就同樣的概念 你要用一個 今天我們要用一個數學模型來 來代表一個真實世界的時候 3號你要做一些什麼 簡化 你要做一些簡化 你要把它簡化完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做出 數學上能夠比較好處理的一個數學模型 然後再去做處理 所以這個都在不管統計也好 然後或是所謂的在我們其他的領域 即便是 即便是所謂的力學的東西 然後波浪力學也好 或是你們現在修的海工 它都有很多假設 對不對 即便你們海工已經解到好幾階的 什麼非線性方程式 whatever 那些都有很多假設 那些都是假設過程中間 它才有辦法用數學的方式去處理它 好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概念 好 那我們現在來談到什麼叫 我們這邊談所謂的常態分配 英文叫normal distribution 這可能也許大家都聽過 那常態分配的概念基本上它是連續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一開始要談連續的概念 它是一個連續的 而且它是一個所謂的叫中 中就是那個敲打中的那個概念 bell 就是bell shape 它是一個中型 而且是一個對稱 對稱的話就是左右會對稱的概念 如果具有這樣的一個特性的一個分配的話 它就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那這個normal distribution呢 它的這個 它是一個連續的 所以它可以利用一個數學函數去呈現它 但是它呈現出來的結果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不是機率喔 這裡面當然用到什麼 exponential大家知道了 大S就代表我們的隨機變數 mu就是什麼 mu是什麼東西 mu是平均數碼對不對 然後呢Sigma是什麼 Sigma是什麼啊 你們上課實在都要看我表演 Sigma是什麼 標準差 Sigma square就編譯數嘛 所以它是類似利用這樣的方式去把它找出來的 然後再處理Sigma跟號2π 那這個算出來的結果它不是機率 它是什麼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Y是所謂的機率密度函數 所以這是統計學家他們找出來的 常態分配的機率密度函數 可以利用這個數學函數去呈現它 那當然這個數學函數看起來有點複雜啦 但是我們可以不用記它啦 可以不用記它 因為 因為之後我們可以透過查表 或者是利用電腦去計算就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這個可以不用計算 但這個你要知道 它先告訴你的這個是一個機率密度函數 那機率密度函數 那我剛說過 這公式看起來比較複雜 我們可以透過表格或者是用計算 用軟體的方式去算出來 那機率密度函數當然 我們剛其實有特別提到面積很重要 面積比它的高度更重要 因為它的高度不是代表機率喔 它的高度是代表什麼 剛才我們說過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其實是代表它的機率密度而已 它並不是代表這個點 它的機率 是代表它的機率密度而已喔 那所以我們要算機率 其實是看面積對不對 剛剛不是在講過了嗎 是看面積 所以這邊特別提到 曲線下面的面積比較重要 比高度重要 那因此所以 因為高度不重要 面積比較重要 所以通常在畫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是只畫橫軸 我們就不畫中軸 不然理論上我們通常應該要畫什麼 S軸跟Y軸嘛 那所以我們不畫Y軸 通常啦 可以忽略 那這個曲線當然 因為它有一些參數 大S當然就是它的變數 隨機變數 裡面的一些參數 像μ跟σ 就是兩個很重要的什麼參數 那不同的μ跟σ 就會決定這樣的一個機率密度 函數的分配 所以這個常態分配呢 它的形狀也好 或它的位置就會 跟你的平均數跟標準差 產生很重要的一個關節 連結 所以像你看 這個是兩個不同的常態分配 如果它的μ都是0 但是一個σ是1 一個σ是2 那σ1跟σ2有什麼差別 它得到的常態分配 畫出來的圖形 一個是σ等於1是這樣 σ2是這樣 那這個有沒有符合你們的期待 你們的期待會是什麼 σ1跟σ2的差別是什麼 我們說過σ是代表什麼測度 什麼的measurement 集中 集中 集中是μ吧 集中程度是μ σ代表什麼 分散程度 有沒有 離散的程度也可以 就是它分散的程度 所以σ1應該比較什麼 比較集中 靠近什麼 靠近平均數啊 那σ怎麼算出來的 不就是跟平均數在這邊比來比去的結果嗎 所以σ越小代表它越靠近什麼 平均數啊 那σ2呢 當然比較散 所以這個畫出來的常態分配 你們看到 一個1 σ1是這樣 比較集中一點 σ2就稍微散開一點 有沒有 有點類似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另外 這個呢 是兩個同樣的σ 同樣的這個標準差 但是它的什麼 μ是不一樣 那μ不一樣它就是分開了 所以這是 這兩個參數就會決定你的常態分配的形狀 哇 啊這樣還不不 好啦 反正你們也 往大上可以看到 常態分配的一些summarize 它的一些性質 基本上 我們看一遍 它是一個bell shape 中的形狀 那 平均數 中位數跟重數 它會在同一個數字 在中間 那 它是一個單峰 單峰的意思就是它就有一個pick 那個pick代表它就有一個重數 那 曲線是對稱的 對稱於哪裡 平均數 所以平均數它是一個中間的 中間的一個 一條線 這條線左右兩邊是對稱 那 曲線是連續的 所以連續的話 基本上每一個x都會對應一個什麼y 對應一個距離密度 那但是這條曲線很特別喔 它一直往左右延伸 它還是不會接觸到x 它只會近似接 幾乎接近到x 所以理論上來說 它都不會接觸到x 但是它會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x 那 整個常態分配下的總面積呢 你去把它積分出來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有 微積分 你可以去把它積分看看 從負無窮道到正無窮道去積分 積分出來就是面積嘛 面積 這個面積會正好是多少 積分出來的面積是1 這個是 那這個1正好代表就是我們的幾率嘛 所有的任何的 任何的什麼 x 任何的隨機變數 它的所有的幾率的sumvention總和 當然正好會是1嘛 所以這也符合我們這個幾率的概念 所以這條常態分配曲線下的面積一定是1 一定是1 那這邊另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 這個當然以後我們也會算 就是說平均數 如果你是常態分配的話 你跟平均數差一個標準差 這個時候它的面積會多好 大概是68% 那如果是兩個標準差呢 大概是95% 三個標準差會達到99.7 就類似這張圖了 μ是這樣 你跟它左右兩個標準差 一個標準差 就左右各1 就是一個μ-一個sigma 一個μ加一個sigma 這樣子正好就是落在一個標準差 範圍裡面 這個面積呢 正好會是68%左右 然後兩個標準差是95% 然後三個標準差是99.7 那比方說 我們上次有談到那個柴比雪夫定理 有沒有 柴比雪夫定理裡面告訴你 任何的分配 今天你不管是常態或懷樂 任何的分配 它的標準差 會決定它的多少 百分比的 然後多少的面積 在這個區間 對不對 是k一個什麼 k一個標準差 是1-k平方分之1 所以那時候我們說過 兩個標準差 如果按照柴比雪夫定理 是1-2的平方分之1 所以是4分之3 4分之3是幾% 75 那這邊兩 常態分配是多少 兩個標準差是95 所以 所以 所以怎麼樣 當然這個是最精確的去算它 所以柴比雪夫 它是一個roughly 是一個鈣鈣 鈣鈣 所以它鈣鈣 是75% 是坐在兩個標準差 但是常態分配 它會可以高達95% 是在兩個標準差裡面 另外我們可以利用常態分配 也可以去得到我們所謂的 不同的偏斜 當你如果 因為它原來是一個 symmetry對稱 對稱的話 你的平均數 中位數 重數都會集中在什麼 同一個值 但是如果你稍微有偏斜 我們所謂的負偏斜 或左偏斜 那這樣的話 你的平均數左邊 接下來是中位數 接下來才是重數 那另外如果是正偏斜 就另外一個方向 這個你們要自己記得 這個哪個偏斜 這個哪個偏斜 pick在右是左偏斜 也叫負偏斜 pick在左是正偏斜 或是右偏斜 這樣的概念 好 那這個我們休息一下 小姐可以繼續講 好